老农津贴占行条例是过去为了因应社会发展 保障弱势农民的产物 但是这一占行就过了19年 每到选举就不断的加码 长期以来农业预算一大半都用来法仿津贴了 这样畸形的做法 终于农委会决定要改革 学界和民间团体都鼓掌叫好 但是也都提醒要有配套的措施 他是先年老来从事农业 还是说他应该是从农 有一段的时间 简单的观点便点出问题的重点 农委会推动老农年金改革 学界及民间团体都叫好 将加保农保时间从6个月延长到15年 学界认为这样的变革非常合理 是迟来的正义 世界各国都是这样子 包括说德国 法国 或者是芬兰 波兰等等 以15年作为一个职业 他对一个职业或一个产业的贡献度 来看待说政府是不是要特别 照顾这样一个比较弱势的产业的族群 老农年金从民国84年上路 每道选举都形成加码战 从过去的每个月3000元到如今的7000元 19年来发了超过6334亿元 每年更占农委会将近一半的预算 如此畸形的政治产物 也影响了台湾农业的发展 不过民间团体也点出 目前老农金街的问题 在于如何认定农民的身份 有些人买了一分地做假农民 有些真的从事农作的年轻人 却没有办法具有农民的身份 另外过去只要是农会会员 就能加保农保的规定 由于牵涉利益关系 也难以要求各地农会 去集合会员是真农民还是假农民 农会本身就是由农民所组成的 也就是说如果他是用 扩大农会会员的角度 或者是说因为农会还有选举 这些角度上面来看待 资格审查这个事情 那就可能产生弊端 也就是说他本身是球员 还要兼裁判 过去只要打出弃手农业 或欺负老农的棋子 老农津贴议题就会被搁置在一旁 如今终于看见改革 但学者及民间团体都一致认为 改革前仍需要在商业一套 完整的配套措施 U电TV陈廷玉杨连祥台北报导